本局刑警大队真二队园警在大概四个月前左右接获线报指出有幸的贩毒嫌犯 在南投地区以及彰化地区在从事贩毒的这个行为 那么我们经过大概有四个多月的跟肩埋伏之后 那在今天觉得时机成熟 那我们一路跟肩到南投的竹山镇 我们执行远警看这个歹徒使用的车辆停放在路旁的一个空地上 那我们就区险逮捕 那不料歹徒驾驶车辆冲撞我们的真方车 那这个时候我们远警见状先对空鸣枪之后再朝歹徒所驾驶的车辆轮胎来射击总共射击13发 那也顺利逮捕了这个有幸嫌犯 那从车子里面把有幸嫌犯带下来的时候 那也赫然发现说在车上还有他的前妻 以及他跟前妻所生的一个小女孩 那全案在车子上面有查扣到少量的安非他命毒品 以及棒秤还有分装袋 还有贩毒联络用的电话 那全案我们经过调查之后 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地监署证办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